初三国道18路段易拥塞部分路段可能塞到初四凌晨 12日大年初三 高宫局预估将陆续出现北凡与旅游车潮 包含国义杨梅到新竹与彰化系统到浦岩系统等18路段易拥塞 其中国义苗栗到湖口 国三大山到香山及国武宜兰到平陵等路段都可能塞到13日凌晨才会疏解 高宫局建议 西部国道南向用路人尽量上午6时前或中午12时后出发 国武南向用路人上午5时前或下午5时后出发 初二风光发电量达1001万千创新高每两度有一度是绿电 大年初二风光合力发威 台电表示 11日中午风光发电量达1001万千 创新高记录 风光渗透率也达到52.37% 不仅首度突破四成 更一举值充五成大观 相当于每两度电 就有一度是绿电 太阳光电也首度突破800万千 同写历史记录 第十届立法院国会外交量也与80国3500位外宾到访 第十届立法院四年间 虽有三年多时间因COVID-19疫情影响 国会外交推展不易 但根据立院统计 仍有来自超过80个国家 与3500位以上外宾参访立法院 展现对台湾的支持 表现亮眼 此外 这段期间还创下台湾国会外交史上多个首例 包括捷克众议院议长艾达莫娃率团参访立院 为捷克众议院议长首次访台 美国众议员盖拉格宣布不竞选连任以抗中出名语曾秘密访台 美国联邦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已对北京采取鹰派立场出名 曾在2023年初秘密访台 盖拉格时日宣布将不竞选连任众议员 美联社报道 盖拉格宣布不竞选连任之前 在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弹劾案表决中投下反对票 惹火同党议员 不过 盖拉格不竞选连任的声明中未提及弹劾案的表决 他说不想在华盛顿变老 并指出选举政治从来不应该成为一种职业 学者说 中国去年经济成长5.2% 不可靠仅有0和1%之间 中国官方发布2023年经济成长率为5.2% 高于目标设定5% 史丹佛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中心教授许成刚直言 这个数据不可靠 从失业率大幅上升与外贸及房地产行业走低 猜测实际上最大的可能是0和1%之间 世界市内拔河锦标赛台湾队单日狂扫三金 台湾拔河代表队11日在2024瑞典世界市内拔河锦标赛传回捷报 锦标组首日就一口气包办三面金牌 这次台湾队在女子500公斤级顺利完成未免 另有U23男女混合组摘金 而男子600公斤级则是打破队史记录与摘下手金 台铁史料变身漫画夺大奖党案局展雄新放言影视产业 国发会党案局于2023年2月推出原创漫画《清空下的追风少年》 此作品由漫画家简佳成纸笔 从党案局典藏的国家党案中 则选经文化部指定为重要古物的台铁党案为创作素材 去年12月《清空下的追风少年》夺得日本国际漫画赏金奖 国发会党案局局长林秋燕说说 透过漫画转译指示第一部 未来希望可以进军影视产业 台中圣香糖老工厂华丽转身获得国红点设计奖 台中市东区新增文化创意市集复兴工厂1962 原本是化妆品公司圣香糖生产雪芙兰的老工厂 因为生产基地转移而闲置没落 经活化改造 华丽转身蜕变为有机生态聚落 或台湾经典设计奖与德国红点设计大奖肯定 印尼总统大选14日举行社群短影音与挨甲影片成主战场 印尼总统候选人与喵星人互动或手舞足道的影片在TikTok上吸引千万人观看 已成为大选主战场 由于年轻人占印尼选民一半以上 候选人把主要策略放在吸引年轻选民 也使社群媒体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不过 有学者指出 社群媒体上充斥的假讯息及谣言 对大选可能造成冲击 且威胁印尼民主 尼坦雅胡承诺平民安全撤离拉法哈马斯姑万人将伤亡 法新社报道 超过100万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以赛报加萨南部城市拉法 国际社会担心以军进攻将带来一场屠杀 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在11日播出的专访表示 以军进攻拉法前 将提供安全通道让平民撤离 哈马斯则表示 任何军事行动都将造成灾难性影响 如果拉法被入侵 恐使数万人成为劣势 只死亡或受伤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摘要 每日六分钟 掌握天下事 中央社早安世界 明天再见